可以說些什麼好嗎 好 我們第一次看看 說起亞塞拜疆 亞塞拜疆和Georgia 格洛吉亞 他們會不會加入NATO 應該不會了 應該不會了 我想難一點 三文卿是嗎 他們不會了 他們也是俄羅斯另一個福地 他們要加入NATO應該很難 但是他們很想加入NATO就一定是真的 但是始終你 之前他們歐洲說波羅的海三國最慘的罪過是什麼 就是尼蘇聯太近 格洛吉亞 大家看地圖 格洛吉亞就在這個位置 沒辦法了 你在俄羅斯的軟腹部 你加入就很難了 唯有小國求全的方式就是順著大國的意思 看看什麼時候歐盟的勢力可以滲透到那裡 可以站得硬一點 但是沒有辦法了 很難的 格洛吉亞因為格洛吉亞那個地方叫高加索地區 大家有沒有印象叫做索津冬天 冬季奧運會 索津冬奧 索津的位置就是很近的 那個位置就是我們經常說高加索地區 那邊其實民族很複雜 語言很複雜 你看到格洛吉亞那邊其實也有些國家 例如南澳塞梯 還有幾個分裂了出來的國家 車神也是那邊的 你想想其實就是那些地方其實是很複雜的 第一 第二就是 其實格洛吉亞是被三個國家重重圍著的 你看到包括俄羅斯 伊朗和土耳其 三個大國就是剛剛夾著它 還有三小國 三小國就是 格洛吉亞 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 你想想三個小國就被三個大國夾著 如果你進了北約 其實都沒有什麼作為 我相信你 北約都不敢收你 其實一個孤軍在一個很遠的位置 海空軍要支援都很困難 你就更加不敢放陸地駐軍在那裡 叫土耳其 叫土耳其支援他 土耳其坐在你都傻了 土耳其他只是看阿塞拜疆而已 阿塞拜疆和土耳其是兄弟國來的 他真的會提 格洛吉亞他不會的 因為他支援不了 其實他再高一點點 阿美尼亞就沒有辦法了 阿美尼亞反過來就 沒有力保護他 根本大家看上次 阿美尼亞不是被人打到反轉嗎 但是俄羅斯也沒有辦法了 被阿塞拜疆用幾架無銀機打到反轉了 真是沒有辦法了 打到反轉 對 打到反轉 他的空軍也被他們擊敗了 所以他們最後一定要局遷磨藥 他們不能不簽 不簽真的會滅國的 你有沒有見過史上第一個用無銀機滅別人的國家 阿塞拜疆也是夠膽的 阿塞拜疆因為他後面有土耳其 大家可以看到他上次的TB2就是土耳其不斷給他 土耳其其實現在成為了這個地區的土皇帝 連俄羅斯也要買他怕的 真的這個話 因為他掌握著黑海 你有什麼時候 我遷就黑海艦隊你們全部包散 我不會出去的 我必須和大家再看一次黑海 黑海是鬼海 你有什麼狐狸 還要是那個狐狸只有一個出去口 就是伊斯坦堡 大家看看伊斯坦堡這個海峽 博斯普魯斯海峽多窄 窄到九曲十三彎 那個問題好像大概六十公里 就是總的行程 那個問題不是這裡 那個問題是出到這個媽媽拉海 你還要再走一大段 這些位置 這些這麼窄的海域 你才可以出到去 真正出到去 大海 包著那個細海 細海再出大海 出到外琴海 還沒有到地中海 你想想 出到外琴海 對面就是希臘 意大利那些國家 哇 你那個黑海艦隊出到來 究竟已經被人打了多少次了 不要說是你 我想連美國的航空母艦戰鬥群都出不了這個區 如果真的打起來的話 它也挺難出這個區 是啊 也挺麻煩的 所以這個位置也挺麻煩的 還有呢 三明兄有沒有印象當年中國我們講的這個 就是廖令浩前身 雅倫格號 當年在烏克蘭拖過來的 烏克蘭拖過來的時候 就是經過這個普斯普魯斯海峽 媽媽拉海那裡 當時出來已經是 已經很困難了 又被人夾了10億美元走 然後呢 出到來之後 還要在外琴海那邊 很大風浪 當時的繩索斷了 哇 那麼大嗎 然後呢 壓量隔號在海裡飄 撞下去 還有呢 附近有很多瘡石的 就是外琴海在附近有很多瘡石的 曾經一個傳言就是 龍骨是炒慢過去的 那最後怎麼停的呢 我們就沒有人知道了 那就是那艘船 你已經失控了嘛 就是你沒辦法控制了那艘船 最後你也要等艘船給它受控才能拿回來的 那艘船在什麼情況之下受控呢 可能會不會捉到焦之後 它的動力減弱了 然後你可以捉到它呢 所以到現在都沒有人知道 所以為什麼遼寧號 到現在的傳聞就是 它不可以這麼大量的艦載機在上面 就是可能啊 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你就看到其實黑海是挺麻煩的 你看到呢 火爾旗控制那個位真的不是開玩笑 就是 出到來外琴海都還很煩的 很煩 你只是馬馬拉拉 在這個這麼小的地方 哇 打沉你話這麼容易 所以當時 當時很多的 當時是 奧圖曼帝國想去攻佔伊斯坦堡 伊斯坦堡以前是叫做這個 Constantin堡 軍事坦丁堡 軍事坦丁堡 後來攻佔了之後是伊斯坦堡 當時他們去攻佔的時候 伊斯坦堡很簡單的 你的船隊來呢 他在這個海峽裡拉一條鐵索 鐵索橫崗 你就全部過不了去的 哦 是 中國都試過 現在更加簡單的 講到難聽 都不用暴雷的 你等你過來 只用電子戰干擾你整套電子系統 你的船隊就趴在那裡 是的 是的 這個我想說 連北約那些船隊正常都不會進去的 是的 正常都不會進去的 真的北約都不會的 因為我蒙特工藥呢 土耳其是一個執行國來的 是的 老實說 你當然是土耳其執行的 就在他的境內 他應該是二戰之後建立的 所以當年的前蘇聯都要聽他說的 他們那些 我們講航空母艦都要叫潤洋艦 叫做艦載機潤洋艦 都不敢叫自己航空母艦 因為他不讓航空母艦進入的 所以如果大家經常講杜魯門號 其實不能進去的 航空母艦千萬不要進去 你能進去的 關門打救的 那個QBOX 這個QBOX小到無論 這個QBOX頂籠都是 他剛剛好 我想有一個航空母艦的防守 半徑 大概300公里左右 最闊的地方都是300公里左右 最窄的大概100公里 多一點 嘩 真是QBOX 這塊東西 都不用反難飛彈 直接砲擊也有機會 是啊 你進去馬馬拉海都死了 這麼小的海域 所以為什麼長久以來 黑海是 所以為什麼長久以來黑海 俄羅斯 蘇聯 蘇俄 都這麼對土地有這種難以克制的渴望 就是他不出去不行 他出不了他 他在波羅的海又出不了他 以前被瑞典 芬蘭打到炒了 他現在想在黑海出 又出不了 烏克蘭又分了出去 個個都不聽 你知道 所以他對這個土地是近乎 瘋迷的這種瘋戀 但是沒有辦法 你到現代你不可以再用武力 作為你擴張的手段 你看美國佬和歐盟很棒 別人用經濟 用文化 用糖衣毒藥 我經常都說 美國佬一樣是混蛋 但是他起碼給你糖衣毒藥有飯吃 他不會先謀你的身家 他可能先謀少少利息 起碼在美國 如果是烏克蘭跟歐盟跟美國 肯定不會有饑荒 這是肯定的 在冰箱上 因為一路上誤音樂